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大人, 以德服人了 請大人你依大清律例 本官起諷, 斬首之刑 大人, 人在做天在漢 究竟法仲, 定要是情仲 請大人三思 世間相 我相信最大的力量都是莫過於愛 可憐天下父母神 為了自己親生骨肉, 寧願犧牲自己 官起諷, 你真是一個偉大的母親 裘大人已經有了判決了 范婦人官起諷, 傷人在先 誤殺在後, 罪名成立 但是官起諷從無推卸罪名之深 況且這次的犯罪 無非是為了保護他的兒子 這份偉大的母愛, 真是可歌可憎 所謂法仲不及情俗 大人決定免官起諷死盡 著情判處徒刑 留放三千里, 為期十年 好… 有沒有搞錯? 殺人也不想判斬嗎? 殺人, 殉詩枉法, 不疲是非 正一虎兔官… 你… 方堂的, 你連朝廷命官都敢罵 你最大惡極 你還在公堂上胡鬧? 是不是想裘大人抓你出去打? 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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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 這件外人就反判, 無法上訴 裘大人, 裘大人決定 好, 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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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 我愛你,你人的年來 娘一直都很想念你 我一直在想 我不知道你長大了會變成怎樣 你現在終於都看到了 娘,孩兒不孝下 你們明明是我身邊那麼久 我也不知道你就是我娘 原來我還有娘 我娘對不起,娘無眠無形回你 當時是我,是你而不顧 娘,你別這麼說,你自己也不想 對不起… 我當時太軟弱了 我心裡只想了結殘生 我不想面對你 娘,娘昨天有一家好的人 可以收藥你,那我就死不瞑目了 幸好我天不讓你這麼做 她要我見你 娘一向都有找你 不過找不到,我又回到心不清心願去找你 現在準備我等到了 終於等到了 不過,我們相見之一 就是我們分別之事 娘,娘,你毋須為了我 娘沒有進過做娘的責任 我只是想見到你好好的做人 我不想你肯插搭操 更加不想圍繞了風堂的你們為人 圍繞了你的一生 這樣才是不值得的 是我不好 你明明在信上叫我要遠離放堂的 不要報仇 但我就偏偏不聽你說 結果現在還連累到你 我為什麼不聽你說 我為什麼… 兒子,麻煩你了… 當時娘真的告訴你 放堂的是你爹 我不想你認賊造婦 想不到就讓你為我向她報仇 對不起,都是娘的錯 一切都是個天安排 老天日要我回來清心願認賊你 只怪我對你事而不見 我對眼只能看到對方堂鏡的仇恨 如果我冷靜一點 可能早就發現你是我娘 我還做了這麼多對你不孝的事 我一切都過了,過了去了,不要緊 娘 我真的 你們要好好幫我照顧喜鳳姐 可以的 多姐,多什麼姐 你是我們青森縣的母親典範 是呀 拜託你,差大哥 向偉大的母親致敬 多姐 何知致敬這麼簡單 簡直要定今天為青森縣的母親節 好… 謝謝… 喜鋒姐,你要保重 喜鋒,真重… 好了 喜鋒姐,路上小心 謝謝你來送我走 喜鋒 喜鋒 今天一別,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見 最重要是平安 喜鋒姐,待日有緣,一定會再見 謝謝你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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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做人,好好地對阿菊,知道嗎? 你放心,娘,我一定會好好地對阿菊 放心,喜鳳姐,我會好好照顧反京 你們倆要互相相愛,好好照顧對方 阿菊,不要像你爹那樣,知道嗎? 時辰到了,要上路 走吧 保重 再見,喜鳳姐 保重 再見,喜鳳 阿菊 娘 阿菊 之前的事真是抱歉 因為我而令你被人趕走 還令你身陷凌遇,無家可歸 阿菊,你本來是個風衣足食的少爺 但是現在就一無所有 其實與你無關,一切都是因為我沒用 你聽到我說話嗎? 聽不到 不過張老師教我怎樣用懶去聽話 張四位? 張老師收留我之後 教我怎樣跟人溝通 那就實在太好了 但是以前有毒在我身邊 他會做手勢,告訴我現在發生什麼事 但是現在只好我一個,我要靠自己 我的唇語現在進步很大 不過張老師還沒知道 我也替你開心 蔡翁失馬,燕之飛福 這樣可能比你留在那個壞人身邊 百行以孝為先,血濃於水 爹始終是爹 我跟方唐景的仇不共戴天 今生今世我都不會原諒他 更加不會認賊作符 不過你放心,我恩怨分明 不會因為他而討厭你 加上你跟他不同 你品性善良敦厚,樂善好師 是個一等一的好人 單單是你化身黑芙蓉,輔助弱小 就很值得我佩服 你說黑芙蓉,我只被我略盡綿命 對了,我見你跟你娘相應 我也很替你高興 我也想不到我還有娘 更加想不到我還有其他親人 算起來,我們也算是兄弟 大哥 弟弟 想不到我一直以為自己一個人 原來我還有我的弟弟 我和你一樣 以後我們要互相照顧,知道嗎? 不如我們以茶代酒吧 好 大哥 弟弟 喝 今天召集了各位潘家的父老藍丁尼 希望大家在我們潘家的列代祖宗面前 做個見證 論字背排就排到這個已字背 我決定起他的名字叫潘耳龍 好… 我冒險你這個爹 你不可以把我死在你們潘家族舖上 乖,你來得對 你知不知道我幫你起了個名字 非常好,叫潘耳龍 喜歡嗎?耳龍 我屁,你不配做我爹 我只得一個名字就是梵根 爹,如果他不去醫院,你不要逼他 你是誰? 你已經不是我的兒子 不是我們潘家的子孫,知道嗎? 我已經在族舖上刪除了你的名字 大哥,你不要傷心,我們就走了 什麼話… 我有沒有聽錯 你叫這塊番薯做大哥 那就是說你也自認你是潘家的人 你也說他不是你的兒子 我跟他有什麼關係,與你無關 但是現在我跟他都是沒有爹的 你別知道我會認早歸終 二龍,認不認只是口頭的事 我的確是你爹 你留在我們潘家的血脈 是鐵一般的事實 無論如何你都改變不了 我有一個這麼值得驕傲的兒子 我一定出去告訴所有人 你是我的兒子,你是我的兒子 無賴 我們走吧 走得去哪裡? 我和你都在清心園 一定有很多機會可以見面 我一想起 我時不時可以見到我這個 這麼厲害的兒子二龍 我就開心了 二龍 對不起,這次我真的不可以不走 好,我不想留在這裡 讓方唐鏡見到我 我不想他開心 對不起,除了因為他之外 更加是因為我想陪著娘 他是為了我才要受這些苦 我們分開了這麼久 等他留放完回來 都不知道還剩下多少時間 可以孝順他 我知道這樣對你很不公平 很對不起 你走吧 我不會阻止你 我還會支持你 我知道我沒有喜歡錯人 你是一個情深而重的人 我知道你離開我 你一定會很傷心 但是陪你娘是對的 如果我阻止你盡考就是我錯 但是如果要我跟著你走 我對不起我姐姐 以親日為先,對的 阿菊,謝謝你 我也沒有喜歡錯人 你是一個善解人 而重情重義的好女孩 阿菊,我知道我勸你也沒用 但是我一走就要走十年 十年的青春不應該回到等待上面 老師教過一首詩 兩情一事久長事 又喜在朝朝暮暮 以前我不明白 現在我不明白了 這次是我們第二次在青森院看日出 但是這次不會是我們的最後一次 因為我會等你 我們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很多很多次 開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范庚此生此世, 只愛舟谷一日, 致死不減 我舟谷此生此世, 只愛范庚一日, 致死不減 阿公, 你願不願意和我成親 和我結成夫婦? 娘子, 我沒什麼可以給你 我只可以答應你 我對你十年如一日, 無論如何都不會變 長公, 我會用這十年時間在這裡建一個亭 到時候我就在這裡等你 這裡是青森園的最高點 你回來我會最快見到你 謝謝 不好意思 裘大人, 是不是豆腐花有什麼問題? 不是, 很甜, 很好吃 但是為什麼裘大人你好像吃得不開心 本官只是想起小時候, 家裡很窮 經常都要熬我 最開心的就是娘帶我吃豆腐花 原來裘大人是只顧著娘 所以才來吃豆腐花? 從小娘教本官不要害人 但是本官做了這麼多年官 都沒有很實踐他的樂意 不是, 要不是因為裘大人之前的判決 坐了可能今天還在你家那裡受苦 本官身為一個父母官 可以做的事應該還有很多 特大人, 身為縣官都來這裡吃豆腐花 也算是稀客 初叔姑娘, 你有沒有想過把這個檔口擴充? 好, 如果擴充大一點 那就讓更多人可以吃到你的豆腐花 我哪裡有這樣的本錢? 如果你是有意思的 本官可以打本給你的 裘大人, 不知道什麼時候 開始學做生意吧? 不好意思, 大人 我也要招呼人客了 好, 請 土文章四位, 參見大人 你找本官, 所謂何事? 裘大人, 我想問你借大清律禮 什麼?你想借大… 帶什麼律禮? 是大清律禮, 裘大人 原來是大清律禮 是, 我很想研讀這部書 但全個清心願, 只有大人你有一套 好, 所以我就來打擾大人你了 你突然間對律法方面這麼有興趣 是不是有志想轉做訟師呢? 上次我見你在公堂 紅便韜韜, 則輝灑自如 很有潛質 如果你當了訟師 方堂鏡他就不可以再讀大 本官也不用再忍他 謝謝裘大人誇張 我確實因為上次的案件 而開始對律法有興趣 不過我所認識的只是皮毛 如果要當一個訟師 還是言之尚祖 如果你有什麼不清楚 可以問問任師爺 甚至是你的好朋友夏侯母 裘大人, 這件事 千萬不要讓夏侯母知道 他最討厭的是訟師 如果讓他知道我想做 我們兄弟都不能做 好…我不會告訴他 謝謝大人 任師爺 是 你帶張四圍去拿那本書 順便把我那套珍藏過來 知道, 大人 好傷, 張老師 什麼事? 任師爺, 我需要幫忙嗎? 我不需要 阿華, 你去哪裡了? 不好意思, 四圍 大清律禮? 四圍, 你拿著大清律禮 你不是做訟師、做上癮 想繼續做下去嗎? 夏侯母頭 這疊是張老師幫我拿的 我這疊是他的 大清律禮? 四圍, 這本是禁書 你不是經常說非禮物事嗎? 就是因為我在書房裡 找到這疊禁書 所以拿來給裘大人 問他應該怎麼處置 大人怎麼說? 非禮物事 這些傷風敗得的 當然要灰飛衣滅 好, 我知道了 任師爺, 你記得這套書 第一頁的題字嗎? 我當然記得 是當年大春圓圓主 特別在這套 大春律禮的孤本上題字 我還懂得念 凡番看此書者, 律例有三 一番番到尾 再番不得與妻子百發齊眉 三番定必疑孫滿地 想不到這套書的題字 真是這麼準確 當我第一眼看到這套書的時候 我就一看, 看到尾 第二次看的時候 就被我患病的妻子發現了 就這樣一擊就激走了她 之後這麼多年來, 我也不敢再提 現在我終於找到楚左衣的兒中人 打算跟他兒孫滿地 再看第三次沒問題了 誰知道… 誰知道這套書竟然會有這樣的下場 珍珍 張慶惠 過來… 幹什麼? 你看我借了什麼書 什麼書? 大清律禮? 我問裘大人借的 我知道要做一個訟師 必須要熟讀大清律禮 你之前不是說死也不肯做訟師嗎? 我承認我之前對這份職業有偏見 打上我幾次公行之後 我發覺要做一個好的訟師 真的可以幫到很多人 你這塊腐乳 想不到你這樣也想得通 我覺得你會是一個好訟師 我對你有信心 我也覺得我自己有一點點天分 剛才在衙門的時候 被阿姆發現我借大清律禮 幸好我頭腦轉得快, 灑走它 還寫得特色, 現在你聰明了 不是, 說得聰明了, 怎麼及你呢 現在只有你寫的訟子 才有機會跟方堂鏡匹敵 那不如這樣吧 以後依然我寫訟子, 你上公堂 我們來個雙劍合璧, 好嗎? 好, 沒什麼好過這樣 我們還可以把孔子學堂 改成縱屍館 你說縱屍館那個什麼名字好嗎? 改什麼名字可以遲一步思考 現在最大的難關 就是如何說服阿姆 如果讓她知道我做訟師 她一定不贊成 不是, 一定反面也像吧 你這麼多辦法, 你幫我想一下 有什麼辦法可以令阿姆贊成 你放心, 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想到辦法 那就好了 太陽也下山了, 對 為什麼不見你爹? 我爹最近也是這樣 早上城門一開就進城 然後黃昏城門關門, 他還沒睡 也對, 城門就關門 我怎麼進城? 又不上就別回了 今晚留在這裡一起睡吧 一起睡? 在想什麼? 我意思是說我們很久沒試過 跟一家人一起睡, 你別胡思考 我沒胡思考 你是不是一個人太悶, 想找我陪 我一個人都不高興 我打算留你在這裡煮飯給我吃 是嗎? 舊番薯新鮮的, 拿去炒肉絲 你還說你不是滿? 給我 舊番薯可以煮菜給你吃 不過沒有人用番薯炒肉絲 要不這樣吧, 我煮甜湯給你吃 不要, 我叫你炒肉絲就炒肉絲 你再吵, 放下去下去炒肉絲 監視了荒唐鏡幾晚 他每晚都摔東西了 但是有茅廁不去 是要選那塊來摔的 一定有古怪 我以前就這樣吃 我現在就吃了 好… 我現在就想吃了 往後就全家的地區 怎麼會再折一半? 還有一半去了哪裡? 方堂鏡是不是故意的? 我當然是故意的 你堂堂陳夢急我 真是天真以為 我不知道你暗中窺視我 我折折另外一半在哪裡? 不緊張, 是我兒子 我就不緊張我的兒子了 一個不知道跑到哪裡 一個就跟他的娘去樓房 我不會放在心裡 你不是人, 我是… 稍安無曹 我知道你天天天天跟蹤我 都辛苦你了 不過你又不肯跟我再鬥一次 我沒理由把腹骨 雙手奉還給你的 現在給一半, 當是下頓扔 說, 我折折在哪裡? 其實我對你的兒子已經是應則不薄的 我連小姐也去那裡 令他充滿養分 希望他快高長大 現在只剩下一半 不應該叫陳節節 應該叫陳吉吉 這個畜生 陳吉吉吉 你別來無恙 你還認得刀剛? 你當然記得刀剛的武功有多高 當然了, 現在他回到我身邊 你又想走到我身邊搬步 更加不必指望 拿回你兒子半邊的骨頭 潘鏡泉, 你別以為這樣 還可以逼當我就範 一年之期轉眼就過了 到時候, 你兒子連陳吉吉都不是 如果頭也找不回 應該改口叫陳厚厚 爹 阿雷 你昨晚整晚去哪裡? 世伯, 你的鴨頭為什麼會受傷? 是呀 我昨晚打算到處找阿智子的鞋骨 不小心差錯腳跌倒 爹, 青森怨這麼大 你不是想萬無目的這樣找嗎? 我打算碰巧運氣 對了, 你們倆為什麼大清早入城? 世伯, 我決定了做訟師 不過你知道, 阿武最討厭訟師 昨晚我就找珍珍姑娘商量一下 看看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阿武去接受 爹, 你也一起來吧 行不行? 嚇喊一下, 來 記得喝湯 阿武, 夫人 我…我妨礙你們嗎? 我不妨… 陳某吉, 你們來幹什麼? 是我叫他們來的 因為我有些事想跟阿武說 什麼事? 其實我想跟你說, 我想做訟師 什麼? 想做訟師 你想做訟師為什麼? 你想多賺點錢 還是因為上次贏了官司之後 你虛榮心作祟, 要出名? 不是阿武 那為什麼? 是為了你 為了我? 他做訟師, 正是為了你 他想幫你爹翻案 找出當年失禁案的真相 還你爹的清白 翻案, 有可能嗎? 有可能 他就於這件事問過我爹的意見 以我的經驗 只要找到二十年前 定你爹罪的證據是假的 那絕對可以翻案 這件事是你搞出來的 要翻案就你去翻案 你不要連累四位 本來我也打算親自翻案 可惜我…我封了筆 而且方唐靖最近也要…要跟我鬥 我不想再重蹈二十年前的覆轍 我們放心, 我會全力幫阿雲 如果有機會的話 讓四位嘗嘗也好 我也想知道當年的真相 到底是誰殺死我上公的真正兇手 現在狀師、軍師、民意都有齊全 你不能阻止了 四位 老兄, 你經常說你的理想是天下無縱事 我不想你為了我, 放棄自己的信念 是, 我是有掙扎過 當我上過幾次公堂之後 我知道只要做一個好的訟師 就會有機會找出真相 而且我不想看著我唯一的好朋友 你一輩子背著不憤和仇恨去做人 好兄弟 順利, 順利, 順利 乘不安, 坐不下 你可憐不可憐 合一合我便合一合我 你敢吹歸的 說話不要這麼大聲 怕什麼?這裡只有我和你加個龍 耳鳴現在懂得讀信了 龍耳鳴, 你讀我信了 你看, 剛學的不懂得多 耳鳴, 你在看論語嗎? 是呀, 老師, 這句我不太明白 訓以出之, 信以成之 他意思是否就是說做人要謙卑和誠實 我不妨礙你們倆聊天 我自己溫習 飛利物讀… 禮以行之, 訓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哉 我絕對不可以對我兄弟 有一丁點的不坦白 第一, 你現在說話說我出生人化了 多說一個半個幾乎, 人安座無法 第二, 我說你沒有黑客沒有就沒有 沒有… 你為什麼突然之間說話這麼快呢? 你說怕被他讀賭上了嗎? 現在我說話這麼急, 最終都這麼快 我不相信, 這樣也能跟得到 我最初想做狀師, 我是因為… 最根本的就不是因為阿母 天地窮瘡 你說究竟有雞還是有蛋呢? 老兄, 如果有蛋, 那隻雞從哪裡拔出來 如果是有雞, 那隻雞從哪裡來呢? 你真的這麼肯定你自己想做狀師 而不是想幫夏侯母翻案嗎? 或者你午夜夢迴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自己想幫牠翻案呢? 是, 但是… 但是… 但是你當了狀師之後 你也一定會幫你老日翻案, 是嗎? 是 是就行了, 那就沒說謊了 但是… 又但是什麼? 你有沒有聽爹說過 翻案要找新證據? 有 那新證據會不會自己走出來? 不會嘛, 要找的嘛 找也找一年半載 到時候縱私館開了 就算阿母知道你根本不是為了牠 那又如何?牠耐得你紅嗎? 君子信以誠之 總之, 做個好狀師 除了要像我那樣 人靈聲甜口才好 俗讀大清律例之餘 還要俗讀眾師秘本 眾師秘本? 沒錯, 是每個狀師的自性心得 對你日後賞功和任莫大的幫助 請問這本書, 去哪裡借閱呢? 《眾師秘本》是一本禁書 那你爹… 他有, 不過他封不知又燒光了 但我從小看都大了 你讀給我聽就行了 我爹過目不忘, 不過我是過目即忘 我爹過了, 我爹過了 你怎麼會這樣? 還有那塊爛的 不過我相信他不會只給你看 那我就是做不到一個好狀師 侯大人, 就是這間店了 楚姑娘, 這間店全個清心縣 人流最多, 風水最好 聽不聽 裘大人, 這間店好像大了一點 大人就故意找一間大一點的店 讓你可以招待多些人客 但是我只有一個人 我怕應付不了那麼多人客 你不用怕 一會兒的時候, 我可以來幫忙 照顧一下你的, 是不是? 楚楚不敢勞煩大人 不勞煩 對了, 楚姑娘 你一個輔導人家 怎麼開店鋪不賣豆腐這麼辛苦 其實清心縣有很多好人家 你應該找好人家嫁給他 讓他好好照顧你, 想想福 又是嗎? 楚楚在風修池也很幸福 我一向都很照顧楚楚 楚楚是嗎? 是的 俊哥和蘇師母一直對我很好 是呀, 所以不需要勞煩大人你了 任師爺 是 你不如帶楚楚姑娘去那邊看看 請 蘇師父, 風修池何不該為修風池呢? 好, 大人, 我是來救你的 救本官? 大人, 你忘記幾晃跟你有福點死的 他們一個娶楚楚做政室 一個娶他做田房 但是他們兩個都逃不了 劏豬凳的劫數 大人, 你年紀不輕的, 為何不怕? 蘇師傅,你年紀又輕嗎? 我跟楚楚算過 她的命做妾就不會克服 所以我就不同了 若然我要娶楚楚,她也是作妾 這樣我就不怕她命硬克服了 本官大可以先娶田房 後立楚楚為妾 讓你娶田房,我怕楚楚連孩子也生了 蘇師傅,我替你擔心 你現在蘇州時 又會這麼容易被你立妾嗎? 看魂七出之條 都是毛子這一條最有力,最講得通 相公 娘子 娘子,我有話想跟你說 這麼巧,相公 我也有話想跟你說 這麼巧?那娘子先說吧 你沒發覺我… 今天有什麼不同了嗎? 不同了? 沒什麼不同了? 你看真點吧 你摸一摸,我這裡胖了 可能有新癮 有新癮? 怎麼了?你不開心嗎? 開心? 你怎麼會不開心? 真的嗎? 我真的很開心 你太開心了 記住放完位,沒被爹發現吧 放心吧,少爺,現在沒事而已 老爺哪有這麼早起床 對了,上次我給夏侯勇三個字給你 你可不可以站著去找嗎? 我找過老爺的秘本也不見有這個名字 不用急,最重要是小心 不過張老師也不是等著看 這個失禁案的秘本 因為他隨便找個藉口 騙著客戶店說幫他爹翻案 讓他不用反對張老師做訟師 張老師真是騙得用心良苦 張四位 火哥 對…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老師來了… 好… 這位老師是時辰點香放鞭炮的 放完鞭炮就可以切小豬了 記得,阿武還沒來 對了,他這麼晚也不來 是不是阿妹有什麼忙呢? 不會的,沒有答應一定會來 讓開… 來吧… 來吧… 阿武 福哥 這樣怎麼會有事? 張四位,你騙我 阿武… 好… 好… 啊 我表紧厚恕似乎 啊 我心都坏试道 话两句 问两句 为了真相势豁出去 没证据 谁说对 亦公开公正进取 话两句 躁两句 只只要为爱三岁 罪恶有根可据 幸福必须靠个争取 罪恶有根可据